那下一場演講從12點半開始的話 我們邀請到哲家來 替我們介紹一下在國民Less跑這個 Time Series Database的一些經驗談 那如果說你對 哲家是現在在那個 現代財富科技公司在擔任SRE 那相信大家對SRE這個TEN 每一家SRE都有點不太一樣 做的事情都有點不太一樣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說 身為一個SRE的他 大概怎麼看待這個 Time Series Database的一些經驗談 好 我們掌聲歡迎他 好 大家好 我是哲家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Time Series DB on K8S 就是我們公司實際上有使用一些 Time Series Database 然後可以跑在K8S上 那過去常在社群聽到 社群朋友問一個問題說 你到底該不會該把DB跑在K8S上 對 這問題應該是好幾年前 就有人要問到一直問到現在 那我們今天會試圖從 就是我們跑了一個DB在K8S上 然後要注意什麼事 然後一些經驗的分享來試圖給大家 如果你要換你今天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該不該要怎麼做選擇這樣 然後這一張是喔 我自己的簡介這樣 就我的名字 然後我在Mycoin當SRE 然後是Microsoft MVP這樣 然後常常出摸了幾個社群在下面 那右邊這個QR Code是我的粉絲專頁的link 還有這份投影片以及一些延伸資源的 就是link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掃一下這樣 喔 投影片講稿 講稿我會寫在那個Speaker Notes下面 所以如果大家回去想要看我講了什麼的話 也是可以看這份投影片這樣 然後有問題也可以透過粉絲專頁私敲我這樣 好 那我們就開始講今天的內容 今天的Outline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首先我會簡介一下Time Series Database 特別是InfluxDB 就是今天的Time Series Database 然後因為可能大家比較熟的還是SQL的DB 所以我們會稍微用SQL的DB 類比一下說這兩個東西到底是差在哪裡 那再來就是進入到我們今天的後半的主題 就是把這個東西跑在KBuy上 到底要考慮哪些事情 然後你在什麼條件下應該這麼做 在什麼條件下不應該這麼做這樣 對 最後我們做個小結這樣 OK 那 先市場調查一下 有 這邊大家有碰過KBuyS的可以舉個手嗎 對 應該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有這樣 那 再來是你有碰過Time Series Database的 也可以舉個手讓我知道一下 喔 有 有 有 還是有比較少這樣 對 那 有在KBuyS上跑過DB 不管是任何DB 有的可以舉個手 哇 你什麼都有耶 哇 就 大家這麼多人都有人跑啊 那等一下我有什麼 圖中有什麼反饋的話都可以舉手 我們就可以一起討論一下這樣 對 那我們先簡介一下InfoxDB 它其實也是一個CNCF的這個Project 它在 它放的類別在 Observability and Analysis 這一塊這樣 這邊有個小紅框框的這邊 這個位置這樣 譬如說它不是放在Database的裡面 它是放在Monitoring的類別裡面這樣 OK 然後 它有 這個InfraDB有非常多的版本這樣 你看右上角就是它的 這份是整份它的Official Dock 然後它右上角就有分非常多類別 譬如說它自己有出Cloud 然後它有出Open Source的版本 又有出Enterprise的版本這樣 然後它有1.x的版本跟2.x的版本這樣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會focus在1.9的這個版本這樣 因為這個版本是它們現在主 還是主力 然後也是它們Enterprise支援的版本這樣 OK 那我們先講一下InfoxDB的Concept 就所謂的Time Series Data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以前用Sequel你會需要定義你的那個Sequel Data的 例如說Primary Key 那對於Time Series的Data而言 這個Primary Key永遠都是Time OK 那這個Primary Key就會影響到你的寫入 你怎麼存放你的資料進到你的DB 已經怎麼從裡面撈出來讀去你的資料 那再來就是它會影響到 你實際上存放DB後面檔案放到Filesystem上面 這些Shot的檔案是怎麼樣的形式這樣 OK 那以InfluxDB來說 Time就是它的主要的這個Key這樣 所以你寫入DB的時候 你寫進去就要指定Time 那沒有指定Time就是DB的那個Time Stamp這樣 一定都是有Time 那你撈出來的時候也是一定都要選擇 就是我今天要撈某個範圍的資料 就是某一天 Time大於什麼Time and time小於什麼 它可以下Sequel的語法 那就把這段時間資料撈出來這樣 那如果你不指定Time的話它就撈不出來 OK 然後它會提供很多Time Series的Function 就是Utility的Function它會提供 因為它就是為了這樣的資料特化的一個DB這樣 那後面會介紹到底是有哪些Utility這樣 那再來我們看傳統的DB它都會講 就會顯示它是CRUD的DB這樣 那在InfluxDB這邊它不像是傳統的CRUD的DB這樣 它比較像是Create跟Read的為主 然後Update跟Delete是比較少的Case這樣 OK 這跟它的主要的用力有關 比如說還記得我們這個整個DB它是放在Monitoring的類別上 也就是說它最適合的用力其實是 比如說Monitoring一個Influx Matrix 喔 下一位有講 這是它提供的它們比較常用的案例 例如說Infra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Monitoring 或是第二個它叫IoT Monitoring 然後Network Monitoring 全部都是Monitoring 也就是說你在監測一個Matrix喔 你的Matrix 例如說是依照時間 例如說我現在這個時間點的Matrix怎樣 然後下一分鐘我的Matrix怎樣 例如說我現在Monitor CPU memory 它就把這個資料就送到你的InfluxDB裡面 然後它就以你的時間序列這樣 一行一行一直寫 一路寫進去這樣 因為它就一直create data OK 然後你可以說我現在要查 一個小時之前的Matrix 我就查一個小時的 然後把它撈出來 所以有create跟Read 但你很少會有Update跟Delete 你Monitoring data的情形 OK 例如說你跑一個Grafana 或跑一個PromiseStack 你很少會說我想要改 昨天的觀察到的資料 不太會有這種的用力 OK 它講這個CRUD 它所重於CR的重點是這邊 OK 這跟它的使用的case有關 以及它為了這個case而特化的 它是一個特化的DB這樣 好 那再來就是跟SQL做類比 它有一些term 我們就後面會用到 所以我們今天簡單講一下 首先它有database 所以跟這個SQL database一樣 它就是一個分隔的獨立的酷 然後可以讓你做全線控管 這個酷裡面有一些table 那table在裡面不叫table 它叫measurement 就是它是一個測量的table 但它其實就是SQL的table 用來定義你這裡面的data的schema 它有schema的概念這樣 然後在我們SQL寫入的資料 就是一行一行寫入一個RAW一個RAW 然後一個REC一個REC OK 那在time series裡面它就叫series 你就一行一筆series 第二行series就follow你的measurement的schema 然後一筆一筆寫進去這樣 那中間有一個沒有對應到的是這個retention policy 這個我們後面會講一下 這個跟它的time series的utility特化有關 然後它的sharding會依照這個retention policy而有所改變 好 這是一個實際上的算是範例吧 首先我們會這個我們有一個db 然後有一個measurement裡面是空的 那你就可以寫資料進去 例如說我們今天觀察一個bus station的一個狀態 或是bus的狀態 那你說我要寫新增一筆資料就insert 那上面語法都是SQL的 相容SQL的語法 但它其實後面不是 它引擎不是SQL 但它有這個SQL的相容的語法 讓我們比較容易使用 那下insert這個measurement 然後資料是什麼 第一欄 第二欄 後面因為就看你要不要補這個time 如果time沒有補的話 它就會寫入到那個特定的time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壓db的time span 就一定會有time 因為time是它的primary key這樣 那撈出來一樣我們就是從 就是select你的欄位 然後from 比如說db 然後rp 然後measurement 就是有點像你從mySQL select 一個database 然後table 然後select where什麼東西這樣把它撈出來 OK 就寫入 撈出來 然後你的data就會長得像左下角這個 這個表格一樣 OK 上面的title就是你的measurement 或是你table的name 那第二欄就是fill 就是你的裡面有哪些欄位 然後再一行一行就是一個series這樣 OK 那這邊要特別講的是 第四個 第四句query中間有 一個 中間有查了一個奇怪的東西叫rp 也就是說它在database跟table 或是measurement中間有一層 一個架構叫做rp 這個rp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就是變這樣 它實際上有三層結構 那這個rp是用來做什麼 它就是用來做 你這個裡面的data要保留多久 OK 也就是說 我從頭到尾理一下這個整個做的順序 首先你在前面會 這邊有兩個term要注意 第一個是continuous query 就是左邊的第一句話 再是第二個就是retention policy 就是第二段的第一句話 這兩個分別是它裡面的一個utility 首先先講continuous query在做什麼 首先我們會有一個roll monitor我們會有一堆roll data 就是從 完全一個按照時間 然後就每秒每秒塞幾筆這樣 例如說我這邊有一張什麼 1萬筆的數據是 過去一個小時monitoring 這間教室的氣溫的一個table這樣 OK 那再來是我們讀取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會想要 繞這整個roll data 因為這個roll data 可能是 例如說1秒讀一次 或2秒讀一次 但在大部分 例如說我們透過Grafana 做monitoring dashboards 我們可以繞是分鐘圖 或是hourly的data 或是每天的讀 這個對我們的統計來說 是比較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可能會做 我們會需要看到的 這樣算是一個view嗎 MySQL的view 它會比較接近是 能不能給我 例如說one minute average 然後每個minute這樣 所以這邊會再用 會再出另外一張圖 這張圖會是 這個樣子 例如說左邊是roll data 右邊會變成 它右邊是每小時圖 就是 07它做一個 命 OK就是它 算那邊的roll data 這樣把它轉成這個命值 然後08 然後它再出一筆資料 這個是eh的data 比如說從那邊轉過來 它做這件事 這件事是用continuous query做到的 你說你寫一個 算是一個定期跑的一個quant job的function 那它們在那邊叫continuous query 你把它寫入到influxdb之後 這個db自動 就每個固定一段時間 就跑一下這個query 然後產生這個 EEH的這個data OK 那同理你也可以做 就是像剛剛講的 1-mini的data 1-d的 1-day的data 或是1-month的data 都會產生 所以你這邊有一張roll data 然後還有 有5-6張這個 不同尺度的 時間尺度的這個table OK 這是continuous query在做的事 那我們先回頭一下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其實主要就是我們在 讀取這些 monitoring data 是我們的讀取的方式有關 也就是我們 我們其實在 比如說跑wafana dashboard 或是跑我們一個 fana any dashboard 大家都會用這個方式去讀取 而不會直接讀roll data 因為roll data的點位太多 對我們來講 意義沒有那麼大 這也是這個time series database 特別是InfluxDB 這邊有一個 就是特別的 使用前進就是 單筆的資料 的 精度沒有那麼重要 算出來的 整個 整個時間算出來的這個值 才是我們想要 關注的地方 所以這是他需求於 例如說 SQL DB 一個需求上 很根本的差異這樣 那換一個角度說 如果你的 每筆資料的精度都很重要 例如說你是帳號的 transaction的資料 例如說你的帳戶的 每筆金錢來往 就每一筆資料都很重要 你就不能說 我今天給你這個帳戶 跑一個一分的K圖 你撈出來都是 我今天有多少錢 明天有多少錢 這樣 你就有可能不work這樣 所以這是 需求上 有很不一樣的需求這樣 那總算要講 下面這個retention policy 都在講什麼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 在寫入DB的時候 指定一個retention policy 也就是說 這筆資料寫入的時候 就已經決定 這筆資料 會在這個DB留存多久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我們寫入一個 設定一個RP One Year的話 這個RP的設定說 duration是一年 那我們每一個寫到這個RP的資料 在超過一年了之後 這個DB就自動把它刪掉 那我們通常會怎麼做 我們通常會把row data 放到這個 One Year的RP裡面 那其他的那些線圖 Inminin或EH 這些CQ算出來的table 我們會放到 永久儲存的RP裡面 那實際的效果是怎樣 就是我們這邊 raw data的table裡面 永遠都只有一年的資料 那這個一年的資料 會透過這個DB 自動產生於 就是剛剛的分圖啊 然後每小時圖 或是每天的線圖 那這些線圖 會永遠的保留下來 那這讓我們的 DB的儲存資料量 不會那麼多 因為我們的 最多的raw data 譬如說 每秒寫入一次 或是每秒寫入幾千次的這個data 永遠只有一年的資料量 那剩下那些的 例如說 例如說我今天有一個資料的來源 每秒寫60次 那我把它轉成 每分鐘線圖之後 留下來的資料量就是 60乘以60分之一 就是 我的資料的精度變成 3千 3千6百分之一 那我資料儲存量變成 就只有3千6百分之一 這樣就節省DB的資料 那再來就是 select的時候 你會有需要透過index 來撈回這些資料 那因為你的後面的 撈出來那個資料的 直接整理過的table資料量小 它index會小 對你的 資料庫的效能的需求 就會降低很多這樣 不會說你撈多data 它就要把所有index 撈到memory裡面 然後你DB就爆炸這樣 對 因為通常在monitoring的 這些參數 有可能那個資料量 就會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通常不會 不會直接selectraw data 我們會select 就是後面這些 整理過的線圖這樣 來降低對db的loading這樣 那後面這邊還有寫一個 就永久表前面有寫一個 song read only db 這是可以做的 額外進一步處理這樣 因為就看剛才講的 這個db是著重於 create跟read的db這樣 那你這些線圖 特別是這些 例如說分線圖 然後小時 以及那個美日線圖 經過了 就是說現在的時間 它一直一直 時間一直往前進 後面這些db是永遠不會變的 例如說你不會想說我要改 前天台北的氣溫 你不會做這件事 因為前天台北的氣溫已經是歷史 它已經是一個在那邊的 就是固定的狀態 所以把這些東西 你可以放到read only的db 來更進一步加速你這整個db的效能 就把那個需要read的部分 送到另外一個db 那送到另外一個db的好處是 這個db的 read的資源的用量會非常非常的低 OK 這是這個read only db要做的事情 但其實你沒有一定要做這件事 那Influx db本身也不提供 這個 你的primary db跟read only db做的 這是我們自己想要 優化特別做的事這樣 就可以用K8S Chrome Job去做這樣 OK 好 這是剛才講的 的整理成文字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road data如果量非常大 但我們又想要維持 read 撈出來 select出來的性能 那我們就做down sampling 那依照你的road data跟你的 實際產生down sampling的table的資料差異性 可以很大幅的加速你的db的效能這樣 那為了 因為有這些特性 所以Influx db它的設計 是把你的index load在memory裡面 就是在更進一步加速這樣 然後後面的 例如說一分圖 然後一小時圖 一滴圖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壓縮過後的資料這樣 然後再把它後送到read only db OK 那這就是看你的需求在不在那些road data 那以我們 例如說像剛剛的monitoring 例如說你的氣溫或是你的CPU這樣 通常road data是可以拋棄的 但我們通常不會把它拋棄掉 我們把它後送到code storage裡面 那這是為了 例如說之後有出錯需要debug的時候 你就再從那個code storage再復原回來這樣 那當然是放code storage就 就是儲存就節省那個儲存的成本這樣 OK 這是另外一個用力 喔 這是我們家的產品的 就 的交易所的線圖這樣 這裡面有 一些資料是適合放在time series database 但一些不適合 首先適合就是中間這一塊 這一塊就是我們 不管是你在做股票交易 或是做虛擬貨幣交易的線圖 那因為我們常看要 要看這些 例如說資料交易的 資料我們都會用這種方式呈現 所以它這邊就有 譬如說分線圖 小時線圖 然後一周線圖 在那個 第二三四那一行 這個時間總得可以選 那你就說你這樣的資料放在time series database 就非常適合 那哪些資料是不適合放在time series database 這邊的歷史成交紀錄 就是要每一筆都很精準的呈現 這種資料你放在time series database 可能就會 你要多花一點心力 要怎麼存放這些資料 因為它每一筆都很重要 你就不會想要做當sample這樣 就是每一筆 那你可能就會想要放seql 大概是這個感覺 所以這邊也講 什麼東西適合放influx裡面 什麼東西不適合放 如果你的 primary key是compound key的話 也許就已經不太適合 或是你的key 你的 你會有多張table 然後table需要join union 或having 跨表查詢 這些也不太適合 因為influx本身就 不太支援這些功能 可以做到 但你會消耗非常多 dialbase的性能 這樣 這也不是他推薦的最佳的use case 再來就是剛才講的 每一筆資料都不能少 也許你就不太適合放這邊 然後再重複就是refresh這樣 CRUD的概念 跟傳統的 sql的CRUD的概念 是不一樣的這樣 他不會再update 比較很少機會update以前的資料 然後也很少的機會去delete 某一段時間的資料 通常都只有在超過retention policy的時候 自動做這個delete的事情這樣 所以結論就是 如果 之前沒有用過influx 你可以這麼看這個 這個time series DB 他就是把 sql可以做到同樣的事情 你就把這些time series 的資料一行行都關在sql裡面 然後你再跑 再刷 再跑一個function 把你那個sql轉成 例如說剛剛的一分圖 一小時圖 這個sql就做得到 所以sql的泛用性非常高 那time series 就是針對其他 其中的time base的資料 做很多的優化以及加強這樣 ok 這樣我好像有點講不完 這邊我就跳過 對 太可怕了 我現在時間剩一半 那如果大家要有興趣看 Infla DB的話 就就就對 這邊看這樣 好 講重點 所以那個 在K5上跑DB 到底發生什麼事 首先先 聊一下這個相關的議題 這個在社群已經聽到 就聽到Near 就是第一行就是剛才講的 這個資料 你要放 relation database 或放time series database 都可以 那你要怎麼決定 其實就都可以 對 那再來就是 再來就一些比較怪怪的問題 就說 那我DB要用Dark跑 還是在VN上跑 或是我 什麼東西XXX 要不要在K5上跑 這種問題就問了非常的多這樣 但我自己的結論是 就下面這兩行其實是 才是真的 如果你的team很很早 那你想怎麼跑都可以 那如果D很不照 那你想說 這個ham install就會動 我就有一個DB 哇 那你麻煩大了 你就是等死 對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看 你公司的 有沒有那個屁股吃那個藥 就講本來是這句話這樣 那後面下半的 後面都是在告訴你說 要怎麼知道 我們有沒有那個屁股吃這個藥這樣 OKOK 這是今天 通常影片後半部的重點這樣 對 所以第三句話 如果有人問我 就是說 不好意思 就是講師大大 請問我有這個需求 那我要不要在K5上跑XXX 通常一概回應就是不要 因為通常會問這個問題就是 你就有可能是第二行的這個人 所以我說 那就先不要 因為 你們會比較辛苦一點這樣 好 那真議題是什麼 真議題是你如果把 你的APP 我們今天講重點是DB 你要把它放到K5上 你要注意一些事情 這些才是真議題 你要把這些事情都 檢查過之後才能回答說 你們公司到底適不適合 把DB放在K5裡面跑這樣 那為什麼會有這些 這麼長一段東西跑出來 因為你的DB 不是跑起來就沒事 就你的DB 每天都在running 然後不會死 這件事很棒 但 你為了維護這個DB 讓它不會死 然後裡面的資料會一直都在的話 它其實有很多 日常的事情要做 就是中間這一段 OK 就是不是跑起來就沒事 然後也不是 我的APP可以 我的後端可以連到DB 然後可以寫入資料就沒事 你後就是 連上之後 都工作 可以work之後 你還有這麼多 外部的日常維護成本要做 那這些東西在K5上好不好做 我們等一下就是 探討這些東西 再來就是 你的 團隊 你的維運團隊有沒有辦法 做上面這一段 OK 對 最後才是技術上的問題 你的APP是不是 這邊講的是不是 Kubernetes Native的 你的 這個DB在 當初設計的時候就有考慮 只要放在K5上的環境 那你就跑起來就非常的棒 但 絕大部分的DB 或是歷史比較久的DB 當然是在K5出來之前就存在那裡的DB 他們就不會有這些功能 那你還適不適合這樣跑 這樣 OK 好 首先看一下InFox DB OK 我們的需求對InFox DB的需求就很簡單 就是可以讀卸資料 然後這些資料要一直都在 然後重點是它的效能要非常好 就是我們剛才query那一大段線圖 最好是點一下就彈出來這樣 不會說 欸 點一下要跑很久 這樣 這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 我想一下 那為什麼performance下面會寫這個 resource management這樣 因為理論上 你給它無限多的CPU 如果給它無限多的memory 就是什麼APP都會飛起來 但你現實上就是沒有 無限多的CPU memory跟Disk 還有網路的貸款 譬如說這邊會有一個成本上的考量 它不是 就是成本 講白話就是成本 你要怎麼把你的成本 壓在那個地方 但你的APP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這樣 OK 那這邊跟 KPY有什麼關係 就如果你的 Stateful的APP在不同的環境上跑 它的 效能的 你要達到相同效能 但它的底下化成本會不一樣 那通常在KPY上跑 它的成本會再多一層overhead這樣 一個是硬體 跟軟體的overhead 再來是你人力的overhead這樣 OK 然後我們開始講 這個同樣片應該是 剛剛重複了 好 那沒跳過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Influx DB跑起來 你就要注意很多事情 首先是你在你的KPYS的 Stateful set的設定 你的CPU memory要給多少 你如果放在VM裡面 或是 我這邊代比都是 有三個Case 第一個是放KPYS跑 自己養 然後再來是 有一些Cloud Provider 例如說AWS 或是 三大雲 他們有提供類似的功能 那你該不會用那三大雲的Cloud Provider的方案 再來就是放VM OK 今天有這三個方案 就是交叉討論這樣 首先你在放KPYS 你要先 考慮你要配給他多少的CPU memory request 還有limits這樣 你放VM就很單純 你就是整台VM給他 那他吃到沒有resource的時候 他就會出一些事情 那都是在那個VM裡面 那你在KPYS的時候 行為會不一樣 你就要特別注意 例如說 他做 他memory實在多 通常KPYS就會 OMM kill你的DB 那你當然是非常不想要你的DB被OMM kill掉 你要怎麼避免這件事情 這樣 對 DB被OMM kill 那在InfinalDB 因為我剛才有講 InfinalDB會 把Index load到他的memory裡面 所以隨著你的DB的用量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memory會一直往上加 那如果你的 Use case是有問題的 就是你的Index會一直水平成長 那你DB就是 就死定了這樣 就memory一定會爆掉這樣 OK 所以有時候是跟Use case有關 不是純粹技術有關 就跟你在 養你家買Sequel的時候 後端的依序錯誤的虧 就把你的 DB打爆這個原理是一樣的 OK 那再來就是 因為上面有這個CPU memory的關係 那你要不要把它跟某些part的分開 你要注意你的part的Affinity的問題 所以你會想要打tent 把這個 這個Node的專屬 留給這個InfinalDB 或是你的其他的DB 這樣 OK 那再來就是Storage 18incidence我就跳過 有點太多了這樣 可以可以跑在18incidence上 啊你就自己小心這樣 就有好有壞 那Storage就非常方便 因為KBiOS整了非常多 後面的 你只要是你的Storage Provider 幫你整的話 你就可以 換用更多的不同的Storage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你的Rawed Data的那個Storage 的Disk 可能想要用好一點的Disk 就是 IO快一點的Disk 但Read-only的那個DB 你就不需要用到很好的 的Disk這樣 可以做一些彈性的調度這樣 就有些很生氣的招式 可以在Storage這邊做出來 喔 怎麼還有 我想一下 InflugDB 這重點就是第二行 它的index會load在memory 這點是不能取消的 因為這就是它的設計 它設計就是要領高速的 高效的查詢 你的裡面的Data 所以它就把index load 面部裡面 那 有兩個狀況 會造成OM 這個在SQL也適用 如果你下面撈的Data的範圍太大 或你的 反正你下的語法有問題的話 你當然你的DB就會 就會出事這樣 OK 這邊就快速講過這樣 當CPU剛剛也講過了 這邊有多講的一些事情是 你要讓你的DB 精度直到1mini這樣 這邊有多了 這個隱含什麼事呢 就是你的DB可以 講白可以 DB可以掉線一分鐘 然後客戶不會發現 OK 通常我們DB是 availability要非常的高 但因為我們這邊有一個特殊的用力 如果你的use case是這樣的話 你DB可以 一分鐘之內回覆 資料2給客戶 然後客戶不會發現說 你的資料 你的DB掉線1分鐘 所以這是這個 特殊需求造成的 你DB可以操作的空間這樣 那你要怎麼做到 就是客戶完全不會 你前面就抓 read cache 你 例如說你先read radius radius 再沒有read到 再read到infark db這樣 那你的 例如說我前一分鐘的資料 都已經在radius裡面了 當然客戶就不會發現說 下一分鐘這個DB已經不在了 那當然那個db 還是要很快再站回來 再繼續serve下一分鐘的資料 那寫入的時候也是一樣 因為你DB斷線了 肯定你寫新的資料就灌不進來 你那些monitor的資料 還是每分鐘每秒的 不斷的再送進來 所以你這邊write 也要再加一層cache 你說你這層的cache 他就說 欸 後面infark db怎麼 怎麼 噴500一直噴一直噴 那沒關係 cache就把它cache在這裡 infark一回來 全部retry資料就灌進去 所以你這邊就不會損失 任何的資料這樣 這是需求造成的 你的DB可以操作的空間這樣 對 後面送call story 就剛剛講過這樣 Oh my god 30分了 然後 backup再restore 這個其實不管是放 你在放 K8s或放vm 或是用cloud provider 都要做的事情 但cloud provider會自動幫你做好 你可能勾兩個勾勾 他就做 欸 daily 就backup restore這樣 那你在k8s上你就會比較辛苦 但我覺得 如果你是要放 選vm跟k8s的話 這兩個做的事情是差不多的 然後k8s會有一些好好的 東西可以用 例如說 你可以用pvc 你可以 在掛載外部的 例如說我們AWS 你就用 EBS把你的disk掛進來 你直接 在backup的時候 針對於disk做snapshot OK 你直接做硬碟快照 這個是對你的 正在run 運行的這個db loading最小的一個方式 那你不然 你如果不用snapshot 還有什麼方案 你就是打db的API 把你的資料export出來 那這個就會對db本身 造成performance的impact這樣 因為同時在serve原先的loading 然後同時又在做data的export這樣 他的效能就會影響到 那這兩個你其實都可以做 我們都有做 也就是說你平常 有事沒事就打snapshot 但snapshot是 你要回溯 你不是只有backup 你要想restore的時候 要怎麼restore回來 你如果restore一個snapshot 那你是不是資料就會回溯 你中間有一串空窗 那這個就 客戶就會生氣 所以你就restore之後 你還要再補 從API export出來的那一段空窗的資料 你要想辦法復原那一段資料 OK 然後 對 除了有backup restore的手段之外 你要定行跑drill 最有在KBus上跑就蠻好跑的 因為你就用coup control去控制 然後你的quantjob理論上都是 就是backup的quantjob跟restorequantjob 應該都是準備好的 就幾個壓默 apply上去就backup apply上去就restore 你就會很好的 的處理這樣 我現在是30頁這樣 後面還有10頁 OK backupquantjob 好 跳過 monitoring 這個算是放在KBus裡面的一個優勢吧 你可以直接使用現有的 KBus裡面的monitoring stack這樣 就 反正就在裡面跑一個container 他就自己跑起來 那你只要補第四點就是 如果你這個DB有專有的matrix 你就自己加 matrix跟rl 如果到你的monitoring system這樣 那VN自駕的話 你就是要想辦法再走 走通這一段這樣 Cloud provider就是都做好了 你都不用做 你只要付錢就好了 InfluxDB的 內部的matrix 所以放在他內部的一個 獨立的database 就是internal underscore internal這個database 這樣 所以他的自己的matrix 他就自己一直寫到這個 這個DB這樣 那這個有一點不太好 就是你要read的這個internalDB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是要發 這個DB的query request 那你就會 read的 你就會對他造成performance impact這樣 有可能你今天說 我要看 這個influxDB現在跑得健不健康 然後你下這個query他就死了 也就是說你問他自己的matrix 把問死了這樣 就可能om這樣 所以我們通常不這麼 直接去問 我們會用export的方式 把裡面的matrix 倒到外部 例如說倒到premiere室 這樣 你再從premiere室那邊去 去monitoring 會比較安全一點這樣 ok 那他內部的監控就是 例如說他的resource 那什麼 CPU Memory Disk Networking這樣 再來就是他剛剛講的 特別的兩個utility 就是他會監測自己的CQ 有沒有正常的工作 然後retention的狀況是怎麼樣 incident 放K8s上會變得更容易死嗎 這個是一個問號 那我自己覺得是不會 通常會變得更容易死就是 表示團隊對於K8s不夠熟 你沒有辦法好好的在K8s上 穩運這個東西 所以就是 你可能要想 那是不是就要用Provider CloudProvider的Solution 或是用Bean這樣 就放K8s本身 並不會影響這個DB的穩定度 但第二句是真的 多一層絕對是變得更複雜 你要debug的時候 你要多看很多事情 對 有的 你例如說 放在VN上 你本來只要看VN 就是Linux 跟DB的 的關係這樣 那你多 放在K8s上你就要多一層 Container runtime 是你要處理 然後Network 或是 反正就是 多很多地方可以出事 這樣 對 這就考驗這個團隊 到底有沒有辦法駕馭這個 這個技術 這個架構這樣 第三行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就我們的POD放在K8s裡面 很多都會自己開啟 Self-healing嘛 也就是說你的POD OM-Kill之後 OM-Kill之後他就Restart然後站起來 OK 在DB這個有可能是會造成問題的 該怎麼說 舉個例子好了 例如說我們今天monitor了一個 這個政經教室的氣溫 那你想說氣溫一直monitor 那現在DB突然某一天OM 停了一分鐘 然後再站起來這樣 那你是不是就掉了一分鐘的資料 那如果你前面有做cache 然後read有cache write有cache 那這個一分鐘資料之後就再補回來 就沒事 但如果你今天存的資料不是monitor的資料 例如說又舉個剛剛極端例子 就是帳戶的資料 你今天帳戶 例如說你的交易資料 每分鐘都有交易的資料金額 那你DB今天死了5分鐘 他在站起來的時候 他就不能直接serve現在的客戶端 他必須要等前面那些 機下來的資料都sync到之後 他才可以serve 不然你的那個 你的帳戶的狀態就是有問題了對不對 比如說DB的self-healing這件事 你要非常的注意 不是站起來 然後就serve client通了 就沒事 沒有這中間的state的斷層 要想辦法處理 那所以變成 這邊就變成是 你在k-byte上跑 self-healing是 確實是一個優點 但你要怎麼利用這個優點 你前面的 事前跟事後的事情都要考慮到 才可以把你的DB sync之後再開始serve 不要就 就running就running就出事這樣 再來是 這些的drill會變得比較簡單 因為你的操作機面會變很單純 你的 app的management就是k-bytex 可以用很多k-bytex的工具 現在k-bytex的工具就變得非常強大 例如說 CubeControl一大堆的add-on 或是你用k-9s這些 就是k-bytex強大的生態系 到底是你圍運的就是非常有幫助這樣 這比之前在VM上面圍運的好 會好蠻多的這樣 ok 通常我們跑一個DB 我們都會選一個穩定的版本跑嘛 所以我們通常DB不太會需要說 常常做patch 或是upgrade maintenance 就一直跑maintenance window 這樣通常不會 但在k-bytex上跑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node是需要 常常更新的 例如說我們k-bytex發布一個新的版本 你要追一個新的feature 那你是不是你的node就要升級 那你node要升級 上面的part就要重啟這樣 那這點就是要考慮到 你的這個DB 能不能讓你做這件事 或是你的maintenance window的 你要跑這個maintenance window 你的run book就要寫好 就什麼時候你可以做這件事 然後大家都講好 你不能 突然的node升級 那你的DB就爆掉這樣 對 ok spot instance 好跳過 再來是優化 通常這些DB在VN上做 效能測試的時候 那個 例如說這家公司 Influx DB 這個家公司 Influx Data 他們會自己在VN上面 把performance的測試都做完 所以會拿到報告說 我在幾顆CPU 多少memory裝好下 跑這個DB 會有怎樣的效能 然後加上去 加一倍 例如說效能會增加多少 他們都會幫你做好 但你放在k-bytex裡面 因為 大部分的DB都沒有做 就是特別是比較舊的DB 他們不會幫你做這件事 譬如說放到k-bytex裡面 會 效能會怎麼樣 你應該配多少CPU 配memory 你會發現你找不到這個data 你要自己做 那找 沒有辦法做這樣的測試 有另外一個 關鍵是 每個人的k-bytex的 漲法都不太一樣 譬如說你用gke 你用eks 或是你家是自駕的 或是你是D端的機器 每個人k-bytex的 形狀都有有點落差 所以也不太容易做這個 performance test的問題 那變成是你要自己跑的話 你要自己做 OK 那自己做你有三層的參數 要tune 第一層是 你的底層的node的 Linux的參數 特別是DB 他都會有 給你一個建議說 我要調Linux的哪些參數 哪些參數 例如說 Networking Connection的數量 或是Disk 一些數量 或是 File System的參數 這些都要調 才可以讓你的DB 發揮到最大效 那你在k-bytex上 做這一點就有點麻煩 特別是 你就要特別開一個node pool 這個node是調過的 Linux 你就不能跟其他的 general purpose的 node混在一起跑這樣 就效能會不好 所以你要tune的第一層 是這個Linux的參數 再來是container run-time 有沒有需要tune 看狀況 有可能會需要tune 但這個不好發現 你通常就是 你沒有辦法預知說 container run-time 會給你造成這樣的效果 通常是issue出來的 你看人家的issue的時候 或是你自己出事 原來這邊要調 你才知道這邊要調這樣 這是第二層要調的參數 第三層就是 不管在什麼環境 你都要調的 在cloud provider 他可能會把某些參數鎖起來 所以你要煩惱的東西 就變得更少 就會用cloud provider 就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但如果你是vn 或是在k-bytex上跑 你就要自己tune db的內部的run-time的參數 這樣 對 調過 這樣 然後 再來就是講結論 結論就是 你到底要不要在 db上面跑 在k-bytex上跑db 對 在k-bytex上跑db 就變成是 你要放vn上面 你的團隊要懂db跟懂vn 你放k-bytex上 你團隊還是要懂db 然後也要懂vn 然後再非常的懂k-bytex 不然k-bytex就會 就砸到你自己腳這樣 所以變成是 你的團隊的知識的水平是 完全是不同的 知識的水平 就是你的db要跑 好 跑穩 你需要的知識量不一樣 那k-bytex又是一個 就大家都知道是非常難 精通的一個 一個算一個 platform 一個octetration 就變成第三點 這個最後面這個很懂 就這個很很大一個很 這樣 我這邊只放大 兩個塞 可能不夠 這個k-bytex的含金量太多了 就 對 但你其實要做到這個程度 你的db跑起來比較穩 這樣 最後後面這個後端 這個其實是都要做的 只是在 也要注意在VN上 你下一個錯誤的curring 你的db可能會 就是效能變滿 或是frozen 但是k-bytex上 可能就OMKO這樣 它效果不一樣 是要特別注意的 好 OK 可操死喔 這麼nice 那我就操一點點 不好意思的 大家原諒我 db本身 或是app本身 到底適不適合 跑在k-bytex上 最近有人提出一些 就是 這也不算是新的概念 這個是 Cockroach db 他們自己官方發布的一個 一個idea 就是你的 這個東西到底適不適合 放在 這個db是不是 k-bytex native的這樣 他今天講四個點這樣 disposability 然後api symmetric 然後share nothing 然後horrorunson scaling這樣 influg db 只有 第一點 符合 而且這還是因為我們的 use case的關係 所以他符合 那其他的db 你要符合這四點 都是有困難 所以第一點 disposability 就是 他的英文的 翻譯我放在那個 講者note這樣 有興趣可以細看 簡單來說就是 掉東西不是 就是常態 但是你掉東西 你資料不能掉 也就是說你掉一個節點 或掉一個pod 你的資料都要在 你的db要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再來就是 它是分散式的 但是它的狀態是統一的 也就是說 你今天select出來 不管你有沒有機器掉 掉線 你的對這個db去select 撈出來答案 都是統一的 不會跟你說 有模擬兩可的答案 或是 像那個 ok 就是就會 不能給你有問題的答案這樣 再來就是沒有中心化的node 因為你有中心化的node 你就會有單點錯誤 你說這個node掛了 整個db就掛了 它沒有 不能允許這件事 ok 然後再來就是 可以水平擴展 ok 你的db 能不能做水平擴展 那能做到這件事的db 其實就 就是一些很特別的db 這樣 傳統的 觀點是db 就不太好做到這一點 這樣 再來就是你的db有沒有用到 Kubernetes的feature 對不對 因為你跑一個app 放在kbite上 跑 結果你都沒有用kbite的feature 那你就是 沒有獲得任何的好處 這樣 你只是覺得 哦 我就是kbite是狂人 我就什麼都要跑在kbite上 對 這點也可以 但是就會比較沒有那麽 沒有那麽有效 這樣 那這是Kubernetes 它官方的feature 這樣 然後 Inflag db有用到的 勉強 就是有下面這些 這樣 那打問號都是 算有用到嗎 也不算有用到 例如說 storage orchestration 我們就很簡單 只是用到後面的 storage的class 就是送個 EBS上讓你咬 然後你可以選擇 不同的EBS 給你不同的db 這樣 這種算有用到kbite的優點 就是打個問號 self feeling 剛才講過 要非常注意 就自己站起來 是站得起來 但是 站起來 會不會造成問題 就要特別注意 然後下面幾個 就是比較基本的功能 這樣確實是有用到 這樣 所以要講的話 自動化 是kbite的一個搶項 但是db到底是不是有自動化 有可能跑自動化 你的 就給你出很多事這樣 對 所以要特別注意 而且還有的沒的 快快講完了 db放kbite的測試超好用 我們所有的CICD pipeline 都跑 在kbite上的db 你就用container的 騎個container的時間 騎個db 然後跑你的測試的pipeline 都跑完 然後再跑下一步這樣 這個非常的好 然後資料就是 整個db都拋棄掉 沒有什麼問題 對 kbite統一世界 OK 所以我剛才講 kbite狂的那個 也是有好處 你的統一的管理界面 會讓你的團隊的技術 站變得非常單純 你本來是 我要用cube control 我要用vn的一些 所以我要SS進去vn 沒有 從此以後 再也不准SS進去vn裡面 這樣 你就是cube control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在第四點 就會非常的明顯的顯現出來 你今天要SS到你的vn裡面 是不是要做off 或做iam 或是你的security的policy要做 那 你如果有很多個 不同進入你的後端的方式 那就是代表你有很多個被滲透攻擊 你被攻擊的風險這樣 那你今天都統一了 所有人都走 可以用cube control做off 那你的路徑很單純 你的安全性的風險有可能下降 你的資安團隊會比較開心一點 不用擔心那麼多 這邊有可能被攻擊 這邊有可能被攻擊這樣 然後所有人都不能SS到你的node裡面 當然你的node就會變得比較安全 那再來就是k8s 整合了非常多第三方外部的服務 就是什麼亂七八糟的 有的沒的東西都整合進去 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tool可以用這樣 OK 那下面就是沒有變得比較簡單 但是會統一 這就是放到k8s裡面的效果這樣 然後 考慮 再來就考慮團隊能力 這個都不用講 講白了就是 前面那些事情你絕對都能做到 你就可以把k8s放在 把db放在k8s上跑 沒有什麼問題 跑得起來 絕對跑得起來這樣 但如果你不想這麼做 就你就走第二點 請你用cloud provider的solution 就會審你非常大量的 事情跟人力這樣 然後你有問題還可以問support這樣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地端的 那你就恭喜啦 你就自己來吧 對 你就沒有cloud provider可以用這樣 所以結論就是 熟不熟就是上面那些事情 是我們的公司這樣 自己一路 走下來的經驗有這麼多事情 如果你都可以達成的話 那就可以做這樣 cloud provider好棒棒 cloud provider真的很棒 就能用的還是要考慮一下這樣 結論 你會虛 你如果要最後決定要放在k8s上 泡你的db 你會需要多做一些事情 但不會 因為放k8s就 就世界又毀滅 不會 對 那如果上面事情都有信心 就是表示有那個體育 就進行的做吧 就放k8s裡面 好 我現在演講要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有沒有 還有問題時間嗎 還是等一下 等一下來聊 謝謝那個哲家的那個 演講 有沒有人對db放在 那個k8s上面還有一些 問題的 我相信應該很多 很多人應該都有類似的疑問 到底db要不要放上去 那我覺得剛剛講也蠻好的 就是你一定要先守k8s 不然你把db丟上去 保證是一個很刺激的事情 有沒有有想Q&A的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謝謝db的那個分享